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三藩市灣區星島中文電台的定座朋友 你們好 我是余菲 又回來時事觀察的時間 第一節繼續跟大家講 香港通識科這個話題 上星期講了來龍去脈 也都提過有六個單元 這六個單元分別是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今日香港 現代中國 全球化 公共衛生 能源科技與環境 我不知道大家聽完課程範圍 會不會整個腦都充滿了問號 有人會說這六個單元以前都有的 是的 在1992年仍然有會考 和高級程度會考的時候 在高級程度會考裡面 是有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 這個選項的 科程範圍就是上述的六個單元 一上場就必修必考 我個人認為 高中通識有兩方面可以注意的 一是反智 第二是泛政治化 我先講反智 教育局當年對通識科有兩個宗旨的 第一是文理兼修 以令學生具備廣博的知識 第二是培訓學生判斷思考以及匯通能力 諮詢文件還說 要求學生從不同知識領域 運用不同文化 不同專業和不同社會群體的觀點與視覺 進行探討 聽證朋友 他們是未完成中學的高中生 整個通識科的構思 令我覺得有大連降的味道 通識科的層意這麼高 怎麼落實呢 國際上對大學以下的通識教育的做法 是在原有科目上增加做project work的成份 當年有教育界的人士也提出 你在現有的科目中 撥出部分的教學時間來做project work 即是項目研習 那就可以了 還舉例 叫學生分組對比唐宋的歷史地圖 講出有什麼發現 那就是做了project work 又跨了學科 即是想推通識精神 有很多方法的 哪需要去搞一個全新的科目呢 當時很多教育專業人士 對通識科的質疑 都是質疑它怎麼落實 通識科2004年提出 09年正式執行 正式執行之前 那些學校會做準備的嘛 所以通識科的影響 在09年之前 其實已經開始 而我見證著十幾年來 香港學風的改變 因為通識科 講多角度思考 說批判思考 於是有不少學校 用近似辯論比賽的方式 去教和配合通識科的能力要求 不管是議員對立的辯論 還是做project的小組討論 一定要面對的是 學生從中如何學到知識呢? 在沒有實學之下的討論 是空的 你也要有很多世界史 世界地理的知識基礎 才可以討論 全球化的議題 還有 毛巾的多角度 可以很刁鑽的 如果學生有一些歪理 拿出來討論 而教師職場 又沒有應變能力 將歪理引上正路 整個知識吸收的過程 就會容易化 為什麼我可以講得這麼細緻呢? 因為我去教過 對在職老師 要求他們有應付各種 刁鑽其賞的能力 而且涉及當代政治 我覺得是苛求 我十幾年前反通識的時候 是真心不明白的 那些設計通識科課程的人 是不是真的求過知識 做過學問的呢? 吸收知識不是搞通識科那回事 總之我見證著 批判思考被曲解為 凡事予以否定和批判 中學通識科 是個技術上充滿漏洞的科目 有高中通識科的那十年 我不敢肯定是否直接相關 但是就感受到 中學離蠻著 空口講白話的風氣 學習風氣 是重視口才 所謂表達能力 多過重視沉穩的知識吸收 甚至反對背重 今時今日的香港 搞出一大批懂得紅變滔滔的年輕人 但是整個社會就沒有追求知識的慾望 知識也沒有深淺之分 以為什麼都可以在一千字之內 幾句就可以講清楚了 知識學問的複雜性被撤平了 依我十年走入中學的觀察 反智悶一點都是死罪這些中學風氣 與香港社會反智的氣氛不謀而合 而這個通識科會令社會越來越不公平 因為精英學校 他們的學校資源和家庭環境 成長經歷上都有相對優勢 他們的通識科一定學得得心應手 從而成績都會比較好 所以通識科是教育效果不公平的科目 以下說第二面的影響 是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和通識科的關係 我上星期提過 今日香港是最容易被政治化的單元 其實現代中國都是 總之需要知識基礎去打底的科目 你走去用討論的方式來施教 問題就會出現 說通識科被政治化不是靠股的有實例 違法佔中在2014年9月底進行 2013年是密羅緊股的部署階段 就在那時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 他不但支持違法佔中 教協理事方景樂還在2013年以通識科為名 編佔中教材 教材的傳名是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以佔領中環為議題 標明是公文及通識科教材套 教協表出態支持違法佔中 教協理事去製作教材 他會引導學生反思違法佔中的對和錯嗎 果然套教材邀請佔中法系人戴耀廷做顧問 就是因為通識科佔中宣傳品可以明正言順地入中學 在這裡我再介紹一個組織 它叫做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這個組織不斷幫學生學習通識 辦過不少活動 而佔中前兩個月 14年7月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辦過一個三日兩夜的培訓營 而協辦者是天主教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 這個會有什麼特別呢 是國會悼念劉曉波的組織 而該會的幹事孔令儒 是返回歸七一大遊行的民間人權神線召集人 一集時間有限 我不可以講太多例子 只要你上網 礦下那些打著通識名義的網站 就會發現這些平台 八九成有反中反政府的立場 不斷假通識之名 向青少年灌輸反對派的政治意識形態 可以說高中通識科 令香港的反智和泛政治化 有肥沃的成長土壤 通識科除了反智和政治化之外 中學校長鄧飛在一篇文章中提出 眾民卿理這個觀點很值得留意 目前被列為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 是中英數和高中通識 即是說考大學的門檻 有四分三是人民科目的 對有數理科天分 但是文科稍為弱些的同學來說 很吃虧的 此外以青少年而言 男女生在語文能力的表現 是存在差異的 過度編重語文和文科 在學業成績的考核標準上 會不會有性別上的不平衡和不公平呢 節目結束前做個總結 2009年推行的課程 是時候要全面檢討了 而檢討之中 最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高中通識科 通識科 十年來明正言順地登堂入室 香港社會又怎會不反智不反政治化呢 正至於今天 這一科已經很大程度 淪為反中反政府的工具 很希望今集節目播出之後 我們一起留意一下 在教育局的結構裡面 通識科委員會授身的主席是誰來的 為通識科出試題的又是些什麼人 什麼委員會呢 我們經常講透明度 很希望通識科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 出來跟大家解解話 第一節時事觀察到這裡為止 我是余飛 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 再見